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一群美女开餐馆的美食日剧问题餐厅第五集 无耻经理欺骗了公司新来的女秘书的感情和身体 被女秘书发现她有老婆孩子 于是女秘书就用烤饼抽了无耻经理几个耳光 这一切都被也在这里吃饭的妖娆姐看到了 此时玉子的餐厅根本没人来 这大冷天的露天吃饭简直火受罪 而对面的交响乐餐厅则门庭若市 客流不断 因为电视里报道了主厨小帅的蔬菜炖肉很好吃 无耻董事长很高兴 说接下来可以开二号店三号店了 于是姐妹们都集思广义想办法 但基本不靠谱 最后玉子说可以做盒饭 做成便当在外面卖 边卖边发宣传单 这样就能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餐厅了 众人立刻开始行动 哪知却看到无耻董事长和无耻经理出现了 俩人点了排骨套餐和橘子绿咖喱套餐 无耻董事长还邀请妖娄姐一起聊聊 而妖娄姐认出了无耻经理 就是那个被女孩用烤饼抽脸的男人 很快俩人的点餐就做好了 玉子将套餐端了上去 无耻董事长让玉子坐下来一起聊聊 他问玉子多大了 玉子说32岁 又问玉子有没有男朋友 玉子起身要走 无耻董事长又问 被罚脱衣谢罪的五月 是不是玉子的朋友 还说五月的胸部还蛮漂亮的 妖娄姐气得要用红酒泼她 被玉子拦住了 玉子让他们赶紧离开 哪知无耻董事长无耻的说 让玉子做她的情妇 每月给她300万 玉子说这里每个人 都因各自的坎坷经历而聚在一起 而她是为了实现五月的梦想 才开这家店的 而五月的梦想 就是向无耻董事长付仇 无耻董事长说 你这样想赢我们年销售额300亿的公司吗 此时千家做好了后面的菜 并端了过去 无耻董事长让女儿千家过去 哪知千家却说 这菜不能给你们吃 因为这个不是猪食 无耻董事长只好起身离开 临走对玉子说 下次就轮到你拖了 妖娆姐使劲撒盐 驱除晦气 玉子让她别撒了 说地中海盐挺贵的呢 而小浪花 遇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 一名店员竟然把她当成了女朋友 时不时摸摸她的头 还替她整理柜子 还问小浪花下边想吃什么 小浪花撒谎说肚子疼 结果她就给小浪花 买来了治痛经的药 小浪花说 我们只是吃过几次饭而已 还没到那种程度 就突然抱住了小浪花 让她早点回去休息 小浪花都吓傻了 而玉子的餐厅 果然做了很多便当 到大街上卖 一份只要500日元 有鱼有肉 有面包还有汤 一会儿功夫就有人来买了 第一天他们卖出了十份 但他们还挺高兴的 第二天人就渐渐多了起来 慢慢的就开始拍长队了 他们都欢欣鼓舞 但哪知突然有一天 竟然没人来买他们的盒饭了 他们只好把卖不出去的盒饭 免费送给了附近的店铺 一连送了好几天 最终他们看到有人拎着 交响乐餐厅的便当袋 才知道交响乐餐厅 也模仿他们卖便当 而且只卖450日元 量足又便宜 完全就是亏本卖 因为人家资金雄厚 于是玉子决定想别的办法 他决定在情人节时 请个小齐心手现场演奏 情人节套餐才卖3800元 于是交响乐餐厅也跟进模仿 情人节套餐每份只要3000元 而且有弦乐四重奏 果然是处处针对玉子 这天变态男看到小浪花 跟小野聊天 变态男不乐意了 质问小浪花 为何跟别的男的聊天那么亲热 小浪花吓坏了 忙跑掉了 他和朋友吃完饭 很晚才回家 结果就看到变态男 就站在自己租住公寓的门口 吓得他赶紧跑回了餐厅 他请求小帅 让他在这里住一晚 然后就没话找话说 最后提到了玉子 他问小帅 是不是还喜欢玉子 他说感觉小帅 一直在跟玉子对抗 玉子干什么 他也干什么 还说小帅和玉子交往过 但因为玉子说 小帅做的菜缺少心意 所以小帅就赌气 不理玉子了 我了个去 原来小帅和玉子分手 就是因为这个 并非小浪花挖墙角 这小帅也太没风度了 小帅生气了 让小浪花赶紧走 小浪花抓住小帅说 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 我拍第二也行 哪知小帅说 你可真差劲 于是小浪花 怀揣着残存的廉耻 跑掉了 他看到有个人 蜷缩在大街上 就关心的问对方 是不是不舒服 结果那个酒鬼 问小浪花 三万块做不做 小浪花气得 要砸那个酒鬼 被路过的玉子拦住了 然后玉子就将 小浪花带回了家 哪知小浪花 出馊主意说 让大家穿泳衣工作 说那样就能吸引 很多顾客 打败交响乐餐厅 气得欠家 用纸巾砸他 小浪花说 为什么不愿意 穿泳装呢 说我在心里 一直是穿泳装的 就算被摸屁股 我也什么都不说 被性骚扰了 也要理解对方 有可能是自己 穿超短裙子错 玉子严厉的说 不能让他们碰你 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 不能让自己 不喜欢的人 碰你的头 胳膊和身体 那些让你 不要在乎这些的人 是在抹杀你的心 他问小浪花 发生了什么事 小浪花眼中含泪 却不在乎的说 活着就行了 然后就跑掉了 情人节这天 玉子果然请来了小提琴手 而交响乐餐厅 也请来了四重奏 小帅还朝玉子挥拳示威 而玉子也不含糊 结果开业后 玉子的餐厅 一个客人也没有 小提琴手说 要不我给你们先演奏着吧 说音乐一响 气氛就来了 但拉了半天 依旧没有客人前来 但交响乐餐厅 却门庭若市 人们在暖和的店里 听着优美的音乐 吃得很惬意 但交响乐餐厅 不接待带孩子的顾客 于是这些人就跑来了玉子的餐厅 问玉子接不接待 玉子说当然没问题 结果一群带着孩子的小夫妻 都来玉子的餐厅吃饭了 很快座位都被坐满了 四桌客人点了八份情人节套餐 厨房里开始忙碌起来 阿妖还提议帮助顾客带孩子 顾客一听可以帮带孩子 那当然乐意了 于是镜子就在屋里负责照顾孩子们 妖娃姐端来了许多好吃的 孩子们都非常高兴 而客人们点的美食也相继上桌了 大家吃的都挺开心 有天才主厨千佳在 味道这一块就不用担心 阿妖还制作了精美的甜点 客人们都惊呼太好看了 都觉得吃了太可惜了 客人们很感激后厨人员 都想感谢一下厨师 于是玉子喊千佳和糕点师阿妖出去 阿妖因为自己的身份 不好意思出去见顾客 而玉子硬是把他拉了出去 给大家介绍他就是糕点师 阿妖不好意思的感谢大家光临 而顾客们都为阿妖鼓掌 真诚的鼓掌 阿妖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哽咽着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妖娆姐让千佳也出去跟客户打招呼 但千佳说那还不如让我切腹 经过情人节的较量后 交响月餐厅亏本六万八千多块 无始经历很是无奈 而玉子的餐厅首次实现了盈利 姑娘们都鸡掌相庆 阿妖我盈利了多少 玉子拿出两枚硬币说 一百一十日元 众人有点失望 但玉子信心十足的说 要把眼光放长远 说客人会越来越多 生意会越来越好的 众人都被鼓舞了 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而变态男喊小浪花去公园一趟 小浪花决定跟变态男 坦白他不喜欢他 他来到公园 刚要拒绝变态男 变态男打开了精心准备的灯光秀 还手捧鲜花送给小浪花 说他喜欢小浪花 然后又用手摸他的头 小浪花想起玉子的话 坚决的扒了开他的手 说对不起 说他感觉很恶心 哪只气急败坏的变态男 一拳将他打倒 直接把小浪花打懵了 而此时 东大妹跟小野来到一座大厦 因为东大妹一直想创业 但没人贷款给他 于是小野就帮他介绍了一家公司 说可以贷到款 一个醉醺醺的男人 将东大妹带进一个房间 里面有许多穿着性感的女孩 他顿时也懵了 而小帅终于熬制出了 有温度的汤底 他立刻拎着做好的菜 来到了玉子的餐厅 不由分说 就成了一碗厚培根蔬菜炖肉 让玉子尝尝 这次的菜 有没有心意 有没有温度 还说让玉子别干了 辞职嫁给他 玉子顿时也懵了 瞪大了迷茫的眼睛 究竟小浪花伤势如何 东大妹误入狼窟会遭遇什么 而玉子到底会不会和小帅复合 请看第六集 行善越行越喜庆 作恶越做越短命 机关算尽皆报应 宽容绝不恕恶行 好了 我要去吃饭了 顾顿白下次见 有猴